今天新報台北市萬華區的街上 出現一名手持力氣的男子 他為找路人攀談聊天 民眾見狀嚇壞的趕快報警處理 警方獲報趕到現場發現 這名男子是渾身酒味 而且不斷解釋自己的持力氣 其實是要去朋友家做菜用的 並沒有其他意圖 穿著無袖背型的男子 手持一把超長力氣 在台北市萬華區雙和市場 附近閒晃 還大搖大擺的走到其他路人身旁 找人攀談 詭異的行徑 把等紅燈的騎士嚇壞了 立刻報警處理 援警火速抵達現場 發現這名35歲的張姓男子 渾身散發濃濃酒氣 面對警方的詢問 更是一片胡言亂語 警方告知持力氣上街亂晃的行徑 已經嚇到路人了 但張姓男子卻不斷辯解 表示自己只是要去朋友家 切泡菜 沒有惡意 不過這樣的詭異行為並非手力 根據了解張姓男子 與附近攀商熟識 但只要喝了酒 就會亂罰酒瘋 攀商也都見怪不怪 張姓男子平時以臨時工為生 過去曾經有傷害前科 這回喝多樂 導致一連串的脫序行為 等當男子酒醒之後 也將面對後續的法律問題 記者林千亿台北採訪報導